学完怎么用,就是时候等我教你们有什么设定可以帮你用得更舒服和得心应手啦 首先,你可以按这个键,或者向左撥,入到这个画面 然后按右上角的齿轮,这样就可以进行设定的啦 下面我会介绍一些重要的功能,你们可以看下自己有没有需要再跟着一起做啦 在这一页里面,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会籍什么时候到期,方便安排续约 这里也可以给你调教字体的大小和调教通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,选择只接受版主讯息的提示 或者是某些特定的时间静音 大致上就是这样啦,最后,如果各位用户觉得我们的聊天室好用 又想分享给朋友的话,可以按这个键,或者向左撥,入到这个画面 按箭嘴符号参与我们的分享有礼活动 只需要满足相关条款和完成分享 你和你的朋友都可以各自获得50元的秒头聊天室演金券的 还不快点行动?